阿妞我是安慧斯打假 抱歉各位又不小心讲到阿妞了 因为我们陈老师嫌我讲阿妞不标准 甚至他还说不要再阿妞阿妞了 我当时听了非常的傻眼 因为今天连被你们说被中共治理的大陆 连我当时在那里的时候 中共都没有阻止我讲阿妞了 结果今天我们的陈老师竟然说叫我不要再阿妞 哇我也真是对他的言论自由大开眼前 其实各位啊这些人的思想啊才是最独裁的 尤其啊昨天看到陈老师评论我的影片 一开始啊就在那讲我的微信支付宝 这个斗内的二维码 其实我当下我听到我只想问你关你屁事啊 我有向你昧着良心造谣我 然后今天被我抓到了 然后赚那些流量钱甚至还有会员 今天我们放二维码安心里的 因为我们不像你满口谎的 但是没关系啊 你今天嫌我吃不饱跟微信的二维码 好像一个logo哦又觉得好像很丢脸 没关系啊我今天放在你脸上 因为这个丢脸最适合你 那进入到今天正题啊 我相信啊大家都非常期待 因为我们昨天看到陈老师 有做一集来评论韩国人嘛 甚至啊我们看他一直不断设定前提 不断的自己先画靶再射箭 先画靶再射箭 预设很多前提 因为很怕我回应打他脸嘛 所以他必须要先把这个洞挖好 然后韩国人 我真的觉得莫名其妙啊 这样子造谣造假我 然后我回应了 然后就在那时候啊 你看韩国人的确回应了 啊你看就像我说的 不是啊你在讲废话嘛 你在害怕什么 如果你今天做的阵型的阵 就不用担心这一些 就不用一直在画靶射箭 其实各位我昨天看完他整段的影片 基本上他就只是想要笑我啊 不管什么二维码啊 牛啊 然后自己在秀一段在骂我的韩文啊 然后我看他观看 就是哇28万耶 不错耶 哇我还有这样的流量功能给你啊 那你这一波赚的很OK 而且啊流量旁边还写个丑男啊 所以基本上看他整个影片下来啊 他想要表达的那种让人感受 就是在那羞辱别人嘛 也不是想要真的面对我的影片 讲些什么然后来打假我 但是各位你今天你不管对我 人身攻击笑我也好 讲我二维码也好 都无所谓 但是今天身为我们对于打假 非常有兴趣的韩国人 我们最在乎的就是他有没有造谣造假 结果各位昨天我不管看完陈老师 他也有一些这个留言的po文也好 还有他本身的影片也好 基本上今天看完这一集啊 陈老师的观众们好像就是被他扇巴掌 然后被嘲笑死吧 但是啊我要跟陈老师说啊 真的有时候你觉得自己很聪明 甚至你还觉得啊小粉红 他可能他的思想思维没办法跟上你 但是啊我也只能说你还太年轻了 尤其你觉得你是对上我 我当然就是抽丝剥茧的看你的影片 所以你看他马上要预设一个立场 韩国人啊这个面对他这个充足的证据啊 应该无力反驳啊 只能试图在细节上打假 你看各位 什么叫细节上打假 很多的案件 基本上很多破案的关键都在细节啊 难道今天你细节骗就不是骗吗 诶陈老师你这是什么逻辑啊 各位我直接进入到正题 为什么这个人满口谎言 就在昨天啊我看完陈老师影片 我看到有些观众跟韩国人说啊 他非常会做假图 或者是他会用一些假的东西 我当时不相信 结果我一仔细看 哇各位被抓到了 就在他昨天影片的17分19秒 他就提到啊 韩国人我啊跟表妹啊 联合起来要去威胁爱台的这些陆配啊 甚至好像要去警告他们 结果啊 他突然PO出了一则新闻 我当时我就很好奇啊 因为那个新闻上面写啊 台湾爱国网红韩国人举报 大陆配偶辱华 哇 我都不知道有这些新闻 因为韩国人有时候也会自己自恋 人家搜寻自己 有没有一些被造谣造假的新闻 我去搜寻那个新闻 然后我看到那个网址啊 哦好熟悉哦 3G.163.com 结果我一去查 哇 大陆非常有名的网易嘛 我相信很多人 都会到这个平台 有时候去看看嘛 我到了网易啊 搜寻你 陈老师提供给大家 我韩国人举报 大陆配偶辱华的这些新闻 搜寻 结果各位 完全找不到这些新闻 请问像陈老师 你这则新闻是从哪里来的 该不会 又像网友说你很会制图吧 而且各位 好笑来 为什么我今天突然对他这张图 惊讶的原因 是因为我根本也没有举报过大陆的配偶 然后今天大陆的新闻 会写一个爱国网红举报大陆配偶辱华 第一我没有举报他 他怎么知道我举报 第二 当时他们说所谓我举报的 是叫重庆小姨妹的 他们一直说是我举报 但我也没有举报他 但是重庆小姨妹 他也不是陆配啊 所以很明显这个新闻 就是已经是个假新闻 不管我今天有没有找到 但是各位 尴尬的来了 再我仔细看他po的这则新闻 他写的时间是2022年5月17 然后说这是一位来自台湾 目前生活在大陆网名 叫韩国人的年轻网话 blablabla的 哇写的好像煞有其事 各位 有时候魔鬼就藏在细节中 他上面写啊 2022年5月17啊 请问一下2022年5月17 我韩国人跟表妹 有联合讲什么陆配吗 什么意思呢 各位朋友 哇今天这个新闻啊 还未谱先知啊 陈老师你太厉害 你可以找到一个 2022年5月17号的一则新闻 说我韩国人跟表妹 当时在联合讲大陆配偶 然后甚至要举报她们 但是各位好笑的来了 我一查表妹当时是什么时候 讲这个所谓大陆配偶的事情啊 答案是2022年9月13 哇各位超厉害 哇这一则陈老师PO的 还可以先预言 9月份表妹会录这个 所谓讲陆配的这个影片 太强了吧 所以为什么我说陈老师 连这种东西你都敢拿来黑我们啊 而且我去查我2022年5月17 各位你知道我当时的影片 是在讲些什么吗 我当时影片正是我被岛内的媒体 报到头版 说我们是样板啊 然后当时这个绿的立委还质询安全局长陈明通啊 各位就是那个时候 各位再回去看我5月16 结果当时是什么影片 我是去一个杭州的咖啡厅 哎呦天呐 哇我真的好佩服你 今天我只是认真看一下你影片 就能抓出这么大的一个网易啊 日期忘了改是不是 要不要赶快修一下啊 而且网易我完全找不到这则新闻 我今天韩国人 我知道你这号人物 是你自己主动来我的直播留言的 你不要忘记咯 来各位今天他写的这个脚本啊 就好像是说 我一直想要找他 一直想要趁他 但是各位事实是这样吗 为什么说他是满嘴谎言的一个人呢 我开始想你也是因为你来我的直播上面留言 想要挑战我难道不是吧 我相信很多我们的营友朋友 之前看过我们那场直播都还记得吗 当时我在北京 哇拍这个北京最高楼的时候 当时我第一次看到这号人物出现在我的频道 滕老师来了 来这应该是你吧 你也可以回来看看我这段影片 各位朋友 大家也可以回来看看我这段影片 我再会把连结贴在下面 当时陈老师说啊 南北韩也是两个国家 但是他们都是Korea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学过历史 然后我还记得我当时回应他就是 可是北韩是联合国承认的啊 我当时还在想 我因为这个陈老师怎么好像慌慌不太一样 然后我们小编当时也告诉我说 他是个YouTuber 所以我才注意到你这号人物嘛 你自己先来我的频道 我的直播 然后在那留言想要挑战我 然后在你昨天影片讲的好像是我 一直要蹭你 一直要找你 哎呦你害不害臊啊 天呐你这种话都讲得出来哦 脸皮厚成这样哦 今天明明是你先来我这 然后在我的直播中要挑战我 结果你说我要来蹭你 哇你真厉害 自己画把自己射箭自己编故事 自己po了一个网易 我的新闻然后我找不到 然后日期也不对 然后啊他昨天影片就不断一直说啊 我一直想要邀请他来直播啊 甚至啊公布了一个 所谓我IG私讯他的讯息 因为在那之前我都还没看过你的IG是什么 然后突然就我有私讯你的讯息 哇我自己看该不会又是网易成 各位我看他说我IG灭过他 然后内容是说啊我觉得我们可以开一场直播 我一起来讨论怎么样 我的频道40多万你来应该会很好玩 敢不敢你考虑一下如何 然后甚至啊 还是你觉得40万频道太小咖 我看你也有上色图啊 他那时比我订阅还少耶 可能大家没有注意到什么细节 我记得你上色图他才30多万而已 各位朋友啊 我根本也不知道陈老师上过色图啊 而且我刚刚也说我知道你就是因为 你当时在我们的直播出现 大概是2022年9月多的事情 但是你上色图我刚刚看了一下是2021耶 哇该不会又是网易成色的局吧 最好笑的是为什么这个人自己画法色简 他所谓说我的私讯最后啊 你看我还说啊 如果你不愿意也请答复 我就删了也不会再问你看 各位后面还设定就是说我啊 如果他再不回复啊 我就把我这个讯息删了 然后啊陈老师在影片里面就讲什么 他就讲啊 还好他有截图啊 因为韩国人把那个私讯删掉了 陈老师 你是不知道今天我单方面删掉我的私讯 你那一端是还会在的吗 各位好笑的来了 今天啊为什么陈老师要录这个影片 因为陈老师的开头就说 因为我啊把他所谓私下对我的质问公开啦 来各位朋友 你陈老师私下对我的质问 然后我韩国人把他公开了 是在哪里私下质问我的 你这个人讲话很有出入超级有问题 跟那个网易那个已经被断定就是假的东西 基本上都一模一样耶 什么叫你今天私下找我 然后各位好笑的来 为什么我要特别提这一段 因为啊 当时陈老师提到所谓我 邀请他的这个所谓的IG私讯 他说啊他一读啊 都没有回我 然后他说啊 我这次理你就是直接录影片 这样理你回应你 不是啊各位 你私底下你找我 然后质疑我问题 然后现在又说啊 我韩国人私讯你 然后你又不理我 你到底在讲什么啊 你要不要把你的逻辑思绪编造好一点 那如果我私下找你的话 来我IG又跟你留什么 还是你在做图片 其实我当下看到这个 我觉得有一种很可怕耶 因为你刚网易这新闻 基本上就是造假之下 然后又突然出现 我一个我完全不知道的IG的私讯 然后你又说你私下来质问我 然后我把你的讯息给公开 其实他所谓私下质问我是什么 也就是他自己跑来 我的频道在那留言 所以那是什么意思 那是公开的 你连这种东西你都能胡说八道啊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看到 我有po这个文嘛 我还说欢迎大网红陈老师 哇我给你最高规格耶 你看当时陈老师又po 支持韩国人抖内的中国人骄傲 希望韩国人赶快放弃台湾国籍 加入我大中国居民 Hello 这是你所谓私下质问我 还是你私下也是在IG质问我 那讯息在哪里 你到底在哪质问我 你不是说你根本不想理我 当时邀你上直播的这个留言 那你又私下质问我 你又不想理我 你又私下质问我 你又不想理我 你又私下质问我 各位 天哪 大家一听到这样应该 就已经明白了 然后又加上网易 刚刚完全胡说八道的心 所以陈老师 你今天自己话把设计说 如果我没收到你陈老师的回应 我就把这个讯息删掉 你那里也都还在啦 你只要开个直播当然啦 各位我们已经完全无法信任他了吧 对呀你自己现在我北京的直播 9月份就跑来挑战我 然后又说我一直要蹭你 你到底是还好吗 而且各位真的 你仔细看他的影片 很多就是我刚刚讲 自己话把自己射箭 我有看到一则 他所谓韩国人粉丝 来出征他的这个讯息 我就看到有一个讯息 你有啥资格跟韩国人比 一个20万的粉丝的小网红 和40万的大网红比 而且他还是出生于 台湾的中国台湾人 各位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奇怪啊 他这个留言里面 台湾人 他本来都是写繁体字 结果台湾人突然弯 哎 怎么有点怪怪的 怎么又变简体啊 然后各位 我就去搜寻一下这个帐号啊 基本上在各大平台我都找不到 还是陈老师你要赶快 自己再创一个呢 还是你这个留言到底从哪找到的 可以告诉我吗 让我能找到我自己的粉丝 感谢他的支持吗 其实他这一段让我觉得非常诡异 一个繁体又转成简体的这个留言 然后我又找不到这个当事者的帐号 但是这样就可以引导陈老师的粉丝说 韩国人粉丝那么高 但是观看怎么比陈老师低那么多 所以各位在我看下来 然后这个弯这个字 然后我又找不到这个帐号之下 真的陈老师帮我找一下这位粉丝吧 是谁啊 还是今天你要赶快创个帐号 来去证实有这个人 真的各位 他其实整段影片 就像刚刚韩国人跟大家讲 这个网易这个新闻完全胡说八道的 他其实就想要拉拢这些陆配吧 因为我有看到什么摩杀浅 我也真的觉得看完他这个影片 骂我的时候很感动 浅浅啊 你既然今天支持了一个片子 怎么办啊 支持他啊 那大家要对你的品格打上问号咯 各位他不止影片造假我 他的讯息里面也充满着谎言 他还说啊 我以前啊 说我有日本的血统啊 这到底你听谁说的 哈啰 然后啊 后来啊又改成韩国的血统 哇 我把血抽出来 然后再灌进韩国的血统 你到底从哪来的这个讯息 后来啊 去大陆发展 却把韩国人的韩啊 改成韩冷的韩 直接不提过去媚日媚寒的行径 各位 你不是骗子 你是什么啊 韩国人的韩冷的韩 早在好几年前就开始用 从我创频道 我们的营友们都知道 我是用韩冷的韩 你连这种谎都敢说啊 你看你不是骗子 你是什么 然后他甚至还说啊 我之前啊 反正好像流浪在外 在街头表演 还放支付宝的二维吗 我都不知道 我之前在街头表演那段时间 什么时候 放所谓支付宝的二维吗 你有没有图片 给我们大家看一下 还是又是在说谎 哇你好会骗我 真的是王毅诚 而且啊 他还自己po了一段文啊 我真的是感受到 他这个写脚本的能力 他说啊我试图啊 逼他说有没有台湾国啊 我说没有 然后他就说啊 我犹豫了好久 觉得尴尬 然后又反驳我 陈老师你看看台湾身份证的 是不是台湾 你看各位 请问一下陈老师 你怎么知道 我犹豫了好久 觉得尴尬 为什么各位 韩国人要讲 他留言的这段话 因为你根本就是在鬼扯 因为从这几句话 就可以看得到 写脚本的能力 哇实在太厉害了 我还犹豫好久 你是在哪看到我犹豫好久啊 所以啊 各位今天这一集 真的非常的精彩啊 用一个不说八道的新闻的截图 然后日期也不对 然后他自己也没注意到 这个就很好笑啊 赶快粉丝们去问他一下 这个新闻是怎么写出来的 真的我已经再也不会相信你 还是九分假一分真呢 而且他还说韩国人的朋友 然后爆料我 然后说他要匿名 我也真佩服你耶 然后又要讲我感情嘛 陈老师我顺便告诉你啊 你所谓po在网路上 那个当时讲我感情的人 已经被我打脸了 因为当事者的语音都在我这里 你要拿来讲 我让你拿来讲 那你就继续再被我打脸 然后我今天也被他提到的所谓柯颖啊 曼青啊 还有小白他们的家人啊 我也问了一下 这三个人都是在台湾很有名的街头艺人 我问了一下他们啊 他们都安满地问好 而且也不认识你这样子 你今天所谓匿名朋友是谁 其实你公开我也无所谓啊 因为你所谓的爆料 也都只是在羞辱我 然后最后再秀你一段韩国 所以最后啊 我要帮这个陈宇正弟兄啊 祷告一下 因为我今天看到 要帮我祷告 韩国人也是从小在教会长大的 亲爱的上帝 帮助这个陈宇正弟兄 虽然他的嘴这么脏 不是打假汗讲 我干你撵 在那胡说八道造谣我 所以上帝求你怜悯他 怜悯他的观众 这一名弟兄 他现在呆在美国 我岛内两岸冲突了 最终倒霉的是台湾人 那陈宇正弟兄 他也只能在那里看戏 吃着人血馒头 上帝赦免他 这一切荣耀你的名 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